就是台南市立委补选了 而各个候选人都利用选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假期 全力的催票 不过两党败票的阵容真的差很大 民进党请来了党主席蔡英文替许天才来败票 而国民党这一边呢 台南市立委补选候选人陈淑慧 身旁却少了党内同志帮忙辅选 护军奋战 立委补选时间进入倒数计时阶段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为了南下 陪同台南市立委补选候选人许天才 到崇德市场扫街败票 还不客出席党内同志 苏贞昌的摄影展揭幕式 无非就是希望集结党内团结的气势 打赢建国百年的第一场选战 不能让民进党的息事再减少 也不能让民进党这个气势有所影响 针对有媒体报道 党内民调显示 苏贞昌已经高过于蔡英文 蔡英文表示不知道有这个民调 我不知道这个民调 我的了解是应该不是这样的情况 谢谢 没有所谓党的民调 民进党大咖来扫街 民众争先恐后要签名 相较下国民党台南市立委补选候选人 陈淑慧却是孤军奋战 身旁并没有天王级巨星来加持 只有志工陪同扫街 陈淑慧坚持一步一脚印 对下礼拜的选举充满信心 要有长官替您注意 麻烦您要不要说三号 有哦 有我们还在安排 好不好 有没有信心 有 3月5号举行的台南市立委补选 两党候选人呼吁选民 不要放弃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 选出心目中最适合的民意代表 所有的乡亲 把握自己的权益 3月5号永远出来投票 能够鼓起大家投票更高的一个热潮 民事新闻言之于廖景雄 台南市报导 好 立委补选已经进入最后倒数 而高雄地区国民两党的候选人 也不约而同请来党内的天王站台 林代化由谢长廷扫街陪同拜票 而徐庆皇则是由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加持 号召了上半年